日本反核民众18号在东京发动首都圈反核大游行 反对重启核电站和福岛核污水排海 日本多个反核组织和社团周六在东京集合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 主办方称共有700名反核民众参加了当天的反核大会和游行示威 抗议日本政府罔顾福岛教训大力发展核电并将核污染水排海 在游行前的反核集会上 核能专家福岛核事故受害居民和东海村核燃料临界事故亲密者登台演讲指 日本属地震大国不适合发展核电 过去核电事故频发 311核事故更是史无前例 本次反核大游行主要反对重启东海第二核电站 这座核电站距离东京仅100公里 是人口密集的东京首都圈内唯一一座核电站 已运转44年 这座核电站过去曾发生东海村临界事故 核多起核物质泄漏事故 311大地震时 东海第二核电站丧失外部电源 部分设备被海啸浸泡 备用发电机故障一度陷入危险状态 一会民众呼吁对核电站进行废堆处理 日本未来应该脱离核电 東京が壊滅する可能性が 東海原発の今の状況を見ると ものすごくリスクが大きいんですね 政府のやりたいことが本当に分からないというか 国民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示威游行声势非常地浩大 那么参加者们说 福岛核事故的后遗症 包括核燃水 核废堆 仍然没有出路 但是日本政府却要大力发展核电 那么参加者们担忧 未来或将引发新的核事故 方位市 火月 大大大界 日本东京报道 工程旨 工程 工程